来我们先听一下题目 刚才看的是有关地震规模 现在看的是有关地震的强度 地震震度是描述地震发生时 地表感受到震动或破坏的程度 以当地最大的动家速度值来定义 因此在不同的地点会有不同的地震震度 请问固扬气象局采用的震度分级为何能另外 请问当地最大的动家速度值开与重力加速度 据的关系为何呢 请写出数学关系是作义说明 如果你是感冒要额头晕想睡觉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可以让你直接趴得睡 但是如果你不是 尊重两个字会讲 请你努力做到好不好 来这里 震度描述地震发生的时候 地表震动而造就破坏的能力 所以一般都会有一个表格 中央气象局的表格 叫做震度0123一直到7级 然后就告诉你呢 地动加速度为何能的感觉怎么样 防止的感觉怎么样 里面要需要背吗 不用 这里的地动加速度的只要背吗 不用 重点你要知道 越是下面的数字代表摇晃的越厉害 摇晃的越厉害也就是地表震动的加速度的只越大 当然人从没有感觉一直越来感觉越大 甚至房子呢发生了军裂 而且倾斜而且坏掉了 所以呢这里才越来越严重 然后以前都会记得叫做 零几五感地震 一到七有感地震 而五级以上叫做地震灾区出现了 因为可能叫做房子军裂倾斜倒塌 桥梁军裂倾斜断掉等灾害 但问题是这里要解决的是谁 地动加速度 所以呢这里第一件事情我讲完了吧 第二件事情GALM的G G 9.8那个G 那个G我们习惯用的单位是 每秒平方多少公尺 这个叫做G 但是这里的地表的震动 每次都会达到一个G 那么大吗 不会 如果每次都那么大就房子都不用盖了 大家住茅草屋就好了 不会摇那么大力 除非你每天都在房子里面做其他事才会摇 我是说 糟糕了正在路 我是说 除非你每天你家里附近常常叫做有工地 叫做旁边正在施工有那个卡通 摇得很大力 让你家里震动了 才会造就你感觉你家的房子每天都在摇 可以接受吧 我没有乱讲话 所以 你看哪里不一样 秒平方大家一样吧 差别是这里的M这里的CM 1公尺100公分 所以呢9.8换到这里变成980 等于呢乘以多少 100 所以呢才会说一个G 一个G 980个GAL 所以GAL就是这里 所以跟G的差别就在单位 结果呢你可以看到0.8 0.8到2.5 甚至7级400个GAL以上 所以呢一个G应该几级地震 7级 有没有8级9级 没有 台湾中央气象举定的 最多就是7级 所以这个表格哪里是用 in Taiwan 各个国家定的表格不一样 就是这里的地动加速度 跟这里的震度的说法不一样 而就我们的中央气象局 统一制定的最多就是7级 7级400个GAL以上 所以代表一个G 摇得很大力哦 你电梯的那种速度 如果真正发生在你家的房子 等那种上下左右的摇救 恐怖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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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